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宗 彩标妹又找几个美女给我啊 看一下 谁山呢 在这里喝咖啡 这几个小姑娘啊 我们刚刚跟彩票们也给她见面 她们就点名要到这种咖啡厅 她说这种咖啡厅好喝一点 本来刚才那附近有个咖啡厅 她说那里不好喝 看样子这些人也是很讲究的 大家一看也知道 就是这些农村的小 农村小县城的这些小太妹 既然是这个 既然是彩票妹妹带来了 我们还是要应付一下 这种拍视频肯定是不适合的 那彩票妹昨天是跟我说 她们是在找工作 因为昨天她介绍了那两个小姑娘 还是读书的 那个是不适合的 然后她就说又 彩票妹在那里给她们谈工作条件 然后她又告诉我 今天又找了几个 我一见面看这个样子 我就知道什么的 她是找工作 到后来我到了他们那个地方 大家会拍到 就知道 他们其实是在这个小县城 一个这个陪酒的餐厅 就是底书以前拍的那个 金边那个三号路那里 陪那个人能喝酒的那些餐厅 在那里上班的服务员 三个都是 可能都是不好好读书的 那个人 然后出来混社会的 美风这种 刚刚从学校跑出来的人 肯定家庭条件是很差的 也没什么背景 来到这种地方上班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可以这种饭店的人 老板都是地方上的 那些什么人你想 可以想象得到 彩票妹呢 开始她就是怕我 不想不要她们工作 就说她们在找工作 她也是一点好心 这几个小姑娘 其实是想跳槽 因为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还不知道她住在哪里 在哪里上班 我都不知道 我只不说看到这个人的样子 感觉的有点不太对头 后来差点果然不出所料 差点搞出事来 那个老板找了派出所的人 来吓这个彩票妹妹 其实我一见面也看出来 这种人呢 我们怎么拉得住她呢 你不要说拉工资 我们给不起工资 你就是给得起工资 这种人也是拉不住她的 他们是好自由的 很任性的 你想每天直播 卷式卷点那个直播 你不要说你给不起钱 你就是给一千美金 两千美金 他也达不到你的要求 这种就是那个像孙悟空那样的 只有那个当地的那些如来佛 可以造得住她 可以弄得住她 那是地头蛇可以弄得住她 我们外地人 你凭经济实力或者什么 或者凭别的什么条件 是不可能弄得住她的 这种人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你想这种小县城 所谓的那些人 那个什么局的 那个什么锁的 他有什么油水 也捞不到啥油水 也没有多少钱工资 他凭什么拉住他们 肯定是 对不对 这种小孩子 也耐得住他们那些手段 尤其是乡下人 大家到老窝的人就知道了 老窝那些成长的权力 都是有多大 所以说 他们的命运就是这样 我们一般的人都改变不了他 除非他 他自己以后慢慢年龄成熟了 他会爆发去那种能力来 他可以逃得出这个 那些什么 我们不说魔掌 逃得出那些人的势力范围 否则的话 像他这么年轻这么小 就是社会上混混 还是受到某些人控制的 还是受到某些人控制的 现在我们是去他那个地方去 他说要准备跟我走了 因为这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在哪里 你看现在我就看到他 他叫我把车停的很远 我就看到他是个饭店 这应该是个陪酒的饭店 搞这么多小姑娘 刚刚很多小车从这里出来的 我住的地方离这么近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找不到的 其实我以前也住在这个附近的 看他们两个出来了 其实已经走不掉了 那个那个 好嘞 我就走了 不知道他以后怎么样 以后再拍吧